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将已用过的茶包或者是茶叶将它取出 放入一个碗中 接下来我们在碗中倒入适量的白醋 白醋只要烟盖过茶包即可 将它浸泡一回 现在我们用保鲜膜将它包裹起来 包裹好后我们在保鲜膜上戳几个小孔 这样可以让里面的溶液散发出来 那么这碗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一 我们可以将这碗东西放入衣柜内 如果衣柜内有梅味 那么我们只需要放上一天就能够清除梅味了 还能够改善衣柜的气味 但是不建议放太久 衣味消除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二 我们可以将这碗东西放入卫生间里 放在卫生间一个晚上 茶叶能够吸收卫生间里的异味 白醋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它们的气味对卫生间的蚊虫飞虫也有一定的驱赶作用 三 我们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当中 冰箱里存放的各种食物很容易串位产生异味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冰箱里面 茶叶里的茶多酚能够发挥出来 能够吸附异味 而里面的白醋能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这样放上一碗能够保持冰箱没有异味 也更加健康卫生 如此轻松简单的一个小妙招 都解决了家家户户凡人的困扰 你学会了吗 赶紧动手在家试一试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